新鲜流行多一点 烦恼压力少一点 健康有机再多一点 职场干苦 推开一点 生活、资讯、流行、文化 一次到位 上载咯 最有料、最新奇、最够位的观点 全都在数尾的POP最正点 欢迎回到第二小时的POP最正点 好 今天礼拜四给大家满满的正能量 邀请到的是畅销亲职作家 罗宝宏老师 Henry老师好 数尾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 这个Henry老师来到我们POP最正点 已经好几次的时间了 每次都很受到听众朋友的回馈跟喜欢 那因为其实一个小时的时间长很短 无法让老师畅所欲言 所以我们今天就再度请到了罗宝宏老师来聊聊 老师的第一本书叫做 蒙他说为专家亲寿教孩子学规矩 一点也不能 老师你好厉害 怎么说 因为这个书名其实很差 那第二本书的书名叫做是 这个简单多了 叫罗宝宏的安定教养学 第二本书真的是比较好记 但是这两本书呢其实里面真的是可以分做好几堂课来学习的 那我们今天请这个宝宏老师来呢 我们再帮大家复习一下蒙特梭利 如何运用然后教孩子学规矩 好那蒙特梭利我们还是要从头开始说 是的 蒙特梭利的教学法它的核心理论是什么 蒙特梭利他本身是科学家出身 医生出身的 那整套教育法是建立在科学性的观察上的 它是透过长期观察孩子了解到不同年龄 不同的发展阶段 人类有什么生理跟心理的发展需求之后 然后再延伸出来的一套能够在不同发展阶段回应这些生理心理需求的教育方法 所以它是科学的 它是能够回应人类发展的 它是一个能够帮助人类往正向的发展轨道成长茁壮的一套科学性教育方法 那它最适用于是0到3岁3到6岁学龄前吗 其实在台湾比较多所为人了解的是03跟36 但是在国外蒙特梭利有小学也有到中学 所以它运用的是可以从出生然后一直到中学 这种青少年的阶段 没错在台北台中现在也越来越多蒙特梭利的实验小学了 那这个是我非常乐见的 因为很多人就只知道0到6岁的蒙特梭利教育 哇幼稚园毕业了我的孩子要去哪一个小学啊 回到那个体制内会不会遇到问题呢 那刚好就是有一些有心人 他们也去国外进修了蒙特梭利小学的课程带来台湾 目前已经进行了大概五六年了 那所以也越来越成熟了 那小学的孩子身心理发展需求跟0到6岁不一样 那蒙特梭利教育可喜的就是 他也能够回应到这些孩子在小学这六年阶段里面 他的发展需要 他的生理需要 他的心灵需要 他的教学特色跟方法 如果以我们一般比较粗浅的了解的话 会知道说他是混零 没错 然后常常用很多的教具 就是他们都会说我在做工 我今天在学校又在工作 对对对对 这个理念大概是怎么样 首先我们先讲混零教学 蒙特梭利博士他透过长期观察孩子跟孩子心的互动 了解到人类在一个团体里面最理想的学习状态 就是混零的教学 那混零的教学也好比是一个真实社会的形态 那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比较小的孩子 他可以透过观察哥哥姐姐的学习 来吸收到更多的知识 那就算是一个独生职 他也可以在一个混零的环境里面 学会胸有地宫 怎么去服从哥哥姐姐 那相反来讲 一个比较大的孩子 在这个混零的环境里面 他也可以把自己所学到的内容 再去教授给一些比较年幼的弟弟妹妹 就算他在家里是独职 他也可以学习到怎么样的 去帮助年幼的孩子去学习 也彼此可以因此互相刺激 来去促进整个和谐的社会性行为 所以混零教学有利于社会性行为发展 换句话说就是人际互动发展 还有的就是有利于知识性学习的发展 因为彼此能够互相学习 那比较大的哥哥姐姐 如果知识比较多的 借由透过胶底底妹妹 他也能够不断地复习到基础的东西 所以混零是一个 摩德索利教育所提倡的一个学习环境 在零到三岁 三到六岁 跟六到十二岁的小学环境里面 都是采取混零的 那如果说是以那种六到十二岁的混零 来看的话 有些家长就会提出了一些疑问 就是说每个小孩子发展的这种状况不同 所以才会有不同年龄 那如果混零的话 会有这个有的同学学得特别好 有的同学跟不上的状况吗 以小学的制度来讲 一到三年级是一个混零 三到六年级是一个混零 我们不太能够把青春期前期的孩子 放在一年级的那个环境里面 对 对 有点太过了 就同样的就是一个 一岁的孩子不适合放在一个三到六岁的环境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我们反而会看到的就是 每一个孩子他在整个领域里面 整个摩德索利环境里面 有一些他可能是语文特别的 那个有兴趣的 那他就往那个方向 有兴趣跟着语文学习的这块的孩子 就会也往这个方向 但是相对的有一些 他可能是比较喜欢 在这个同样的主题里面 往科学性的方向发展 他喜欢做研究 他喜欢去做实验 那不同的孩子就会因应他 不同的兴趣 在同样的主题里面 往不同的方向发展了 那在这个发展里面就好玩了 我想要做语文 可是我想要做科学 那大家就要来讨论了 那引导者在这个时候就要出来 那我们怎么样创造双赢 这个时候大家就可以 借由互相讨论来达到共识了 那有一些孩子 在那百分之七 七十的孩子 是完全没组件的 你带我往哪儿走 我就往哪儿走 我就往哪儿走 对 看我跟谁有缘分啦 对 那他们就跟着大家一起学习咯 OK 好 所以其实就是说 你当然也可以选择 这个幼儿园或是小学 是属于蒙特梭利教学的这种学校 但是蒙特梭利的理念 是可以带到家庭里面来的 所以我们等一下 回来第二段的节目当中 我们就要请教罗宝宏老师 怎么样把蒙特梭利的这一种核心理念 带到家庭运用在跟孩子的互动当中 让我们不再那么累 让孩子学规矩一点也不难 这真的太重要了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POP最正点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唱交亲职作家 罗宝宏老师 Henry老师来聊聊 这个非传统的蒙特梭利教学法 老师的第一本书叫做 蒙特梭利专家亲生 教孩子学规矩一点也不难 看到这样子的一个topic 你就觉得说真的吗 教孩子有够难 但事实上就是有一些心法 有一些练习 我们就可以听听保宏老师怎么教我们 例如说刚才老师有提到说 这个蒙特梭利的教育 它混零 然后它让孩子可以去学习 这个动手做 然后落实在家庭里面 家庭怎么样把这样的概念落实在里面 这个就是我们苏菲刚刚我讲到的一个关于工作的概念 工作对大人来讲 这两个字好像有点负面 是为了要赚取金钱不得不的事情 但是蒙特梭利博士他认为 真正对孩子而言 工作的定义是一个能够帮助他们丰富生命 滋养心灵 促进心智发展的一个活动 那0到6岁的孩子最需要的就是 透过身体力行的工作 来去促进他们身心灵的发展 那所以如果说有一个重点 我必须要在这边跟大家强调 蒙特梭利的好处 怎么样放在家里是可以马上立竿见影的 就是在没有立即危险前提下 要多允许孩子去探索环境 从环境里面找到他想要做的这个活动 让他可以透过这个活动重复的去练习之下 变成一个所谓能够丰富他身心灵的工作 我举个简单例子 我的儿子在将近10个月11个月的时候 他喝完奶奶他就喜欢爬爬爬爬 爬到厨房拿跑绳托的托把 拿完托把之后他就会爬爬爬爬爬爬 爬回去他的椅子坐下来 那如果是一般大人 他就哎托把长长啊 我打到头不可以啊 我托把脏脏了有没有 但是孩子会拿这个东西是一定有原因的 所以他第一次拿的时候 我就带着好戏的信 我就看到他脱到哪去 我就看到拿着拿着拿着就坐在椅子上 然后他就直立的拿着 用他的左手拿着好绳托 直立的拿着 他拿着的时候 竟然他去转动他的手腕 转动手腕的时候 好绳托下面的那个托把的头就会散开 就是整个张开了 然后他就转转转转转转 突然间他就停下来 一扣就扣在地板上 然后他看到那个毛啊 很整齐的就是全部散开 我就看到他舌头就舔一舔嘴唇 就表示自己很厉害 然后他就再拿起来 再转转转 再扣 那如果又可以 他又会再舔舔舌头 然后拿起来转转转 如果扣下来 那个毛没有很漂亮 他就会 就不满意 然后再扣 不行就 一直重复 那同样的动作重复 并且在这个里面 我们看到他是专注的 手眼协调的 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工作 他在当下这个活动 不知道回应到他什么身心理发展的需求了 所以他会重复做 后来我看看 看久了 我知道了 之前在他六七个月的时候 我常常在他面前醒着的时候拖地 我用好神托拖地的时候 看到时候还没办法走 还没办法走 他就看到我都是这样子 就是转转转 在地上 然后拖地 我就会表演给他 你看 整个毛都伤开了 然后他那个时候看到 等到他十一个月了 他一直在等他能够站起来走路 对 他就自己做这个动作 所以这个动作 如果说以蒙特索利的教育理论讲 能够帮助他发展动作 发展手眼协调 发展专注 发展意志力 发展独立 满足他探索环境的需求 增幅环境的需求 建立他的独立 自信心 以及自尊心 就在一个这么简单的 允许他探索环境 去从事自己想要的工作里面 我们就可以完美了孩子 所有心智人格发展的重要关键了 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 如果是看到孩子 大概将近一岁的孩子 拿拖把这样 他就很担心说拖把会打到他 或他会跌倒 或者是他干嘛这样在那边捣乱 很多时候 大人就是因为给予孩子 过多不必要的协助 以及干预 所以没有办法让孩子 在日常生活里面 找到能够自我建构 心灵心智的工作 所以摩特索雷博士强调 在零到六岁的孩子 在没有立即的危险下 要允许孩子探索环境 在没有孩子主动要求下 大人注意不要给予过多 不必要的协助 因为孩子能够自己 在环境里面找到 能够回应他 身心灵发展需求的东西的 我没有教过我孩子这样 后来在一岁三个月的时候 他就自己跑到花园 每天拿一个浇水壶 走过来就 这个 我就说要浇水吗 要 然后我就帮他倒一些水 然后他就拿着浇水壶 倒水 然后倒水的时候 每一次倒 他不是像我们浇花这样 浇很多 他是一滴 一滴之后就到 蛮谨慎的 第二盘 又一滴 第三盘又一滴 那隔壁的阿姨说 哎呀 怎么这样浇花了 浇得来的花都干死了 但是我后来再慢慢观察 他为什么会这样 我发现 他是借由这个浇花的动作 来发展手眼协调 发展身体平衡的能力 然后而且他一次浇花 可以浇一个小时 四五分钟 哇 那在这个里面 他的意志力专注力 都在培养了 了解 如果我们说 哎呀你不是这样教的啦 我教你啦 来啦 你不要玩了啦 这样很晒啦 进去啦 那我们又剥夺了一个 他自我建构的机会了 所以我觉得爸爸妈妈 真的要学习好多 因为我们常常会很急躁 或是很焦虑 对 就会想要用那种制止孩子去探索 或是因为担心他可能会受伤 或是接下来想象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然后就会很焦虑 所以淡定面对是很重要的 淡定面对孩子是 不管你的孩子在几岁 我们都应该做的 比如说以刚刚这个情况来讲 大人呢都以往往会以为 我懂得比你多 你这样是不对的 殊不知啊 孩子只有他自己的内在才清楚 有什么东西对他的发展是最有帮助的 所以摩托梭里玛利亚有一句名言 叫做Follow the Child 在孩子发展的时候 我们能够允许孩子 依循他内在导师的指引 来去探索环境发展动作 发展智能 这个是一个最理想的发展状态 但是大家要注意 Follow the Child 跟随孩子不代表当孩子的规范有问题的时候 你也依循他哦 这个是不一样的 对而且我记得宝宏老师有提醒这个家长 面对这个孩子的一些 你觉得他在耍赖啦 或者在大哭啦 或者是他去做一些 你觉得不合你期待的事情 没错 应该要温和而坚定的去面对 孩子有时候他在探索环境 或者是在他成长过程里面 他会做出一些危险的 伤害自己或伤害别人 或破坏环境的事情 那在当下我们大人就要用 很和善 但是坚定的态度来去当场介入 也就是苏伟你刚刚说的 温和且坚定的态度 Stop 我们停 这个东西你会破坏到这个物品 停 你这样子会伤害到别人 来我们去做别的事情 在制止的当下 对三岁以下的孩子 你只要及时给予引导 他通常都会引导到别的地方去 但是如果你 停你不可以这样 你用一个情绪的方式来骂他再转移 很可能那个时候他就转移不了了 是那如果孩子一直在地上哭着 然后吵闹 通常把妈妈第一个想法 是觉得赶快带他离开这边 或是赶快喝止他 对 我见过很多情形都是 通常孩子在地上耍赖 已经是因为孩子的情绪 已经到达一个程度了 所以是什么样的原因 让孩子最终赖地上哭闹 这个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 其实点开始修正 问题会改善很多 那我们再讲 现在现实了 实际上孩子就已经是 哭闹赖地上了 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技术在当下同理 但不处理 不要跟他讲道理了 因为孩子在情绪哭闹的时候 跟他讲什么道理都没用 在那个时候 你只要决定你自己要做的 温和但坚定地去执行就好了 比如说那个时候你要他走 你不要说 你现在起来给我走 我数到三 不然呢 我就让你自己在这边 不用讲这些了 你就直接蹲下来 你很难过是不是 比如说你很难过是不是 妈妈不买玩具给你 妈妈不买玩具给你 你很失望对不对 我知道 来给爸爸抱抱一下 那他抱起来 同时就赶快走吧 所以爸爸妈妈自己的 这种修炼也是蛮重要的 很重要 其实东方人有一句话 我们很多人或许不知道的 叫做 教女教儿 先教自己 那我们希望培养出一个 EQ高的孩子 首先我们的一个要好好 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学习 因为很多爸爸妈妈都觉得说 你都不知道我最近很辛苦吗 你都不知道爸爸妈妈 今天在外面受多少委屈吗 你现在还在那边掳我 对 那这样的一个父母 就会造就了一个 也是很 常常觉得自己很受害的孩子 真的 真的 对 所以我们真的 身为爸爸妈妈 我们都希望成为 更好的爸爸妈妈 不过 真的是需要练习 然后需要从这些专家的这种 跟我们的分享当中 我们去一步一步的 好 试试看 我觉得这个练习久了之后 你可能就会变成一种 日常当中的习惯 观念透过不断练习会成为习惯 习惯又不断练习就会内化了 真的 我们一起加油 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 畅销清局最佳 罗宝宏老师 马上回来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位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 POP最正点 欢迎回到POP最正点 罗宝宏老师在现场 跟我们分享 所谓的这个 蒙特梭利的教学法 因为老师的第一本书 就是蒙特梭利专家 亲手教孩子 学规矩一点也不难 0到6岁孩子 有他成长的一个轨迹 那6到12岁又是不同 那当然12岁以上的孩子 又到另外一个阶段 所以如果我们自己可以准备好 成为爸爸妈妈 然后从这么多专家的 这个分享研究当中 我们就学一点诀窍 其实那诀窍最大的核心 应该是爸爸妈妈的状态 要稳定吧 没错 没错 这个真的是一语道破了 所有教养最终的核心 成人内在不安顿 方法再好也枉然 但是如果成人内在是安顿的 顺手拈来就是好方法 是 好 所以成人顺心安顿 老师其实有教方法 对 我其实我以我自己来讲 我每天就精心练习 就做个两个小时左右了 每天平均都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很久 我才只有这样的功力而已 两个小时 我十分钟的也没办法 我早上大概 就是早上大概一个小时 晚上也一个小时 那你是静坐吗 静坐咯 那静坐累了 就会用站的 站的走就会用走的 那是头脑在想什么 很简单的一个做 有一些人会所谓的 观察自己的呼吸 那观察自己的呼吸 同时也可以观察 自己身体的感觉 跟内心的情绪 意思就是和自己身心感受在一起 就这样子 因为当你这样的时候 你会启用到的是你的右脑 那你的左脑就比较能够休息 就比较不会胡思乱想了 所以从感受开始去进入静心 能够让你更觉察到自己的身心 对自己的情绪觉察的训练是有帮助的 它能够帮助你成为一个比较身心稳定和谐的人 那我们今天讲到这个蒙特索利的教学法 如果我们面对六到十二岁的孩子 他们也慢慢开始有很多自己的主见 然后越来越明显他的性格 怎么样给予规范 然后又不会舍掉这个 我们该给他的一些可以自由发挥的部分 没错 在给予三岁半以上的孩子 一直到小学到国中高中的这些青少年 都要记住一个很重要的核心观念 这句话叫做先同理情绪再处理事件 一定要的 甚至你跟你的老公谈条件 你也要先同理他情绪 再谈事件 再会事半功倍 兵不厌仗 真的 先让他感觉跟你同一国 同理情绪 我觉得这个同理情绪 经过了很多老师的这种教导之后 我发现我自己真的学习蛮大的 真的 有效 很有效 真的 我觉得不管小孩大人都有效 没错 没错 真的 都有效 我了解你这样是很难过的 对 我知道你现在一定很难过 我知道你现在一定很愤怒 真的很愤怒 很生气 然后素伟你的声音又这么的那个疗愈 你这样讲出来 人家就觉得 我要好棒 我就俩 是不是 了解我 有没有 真的是 所以这很重要 先跟孩子就是 同理他做这件事情的情绪 然后再来我们再来讨论 我觉得 你会让孩子感觉到 你是希望跟他共好 而不是你只想你好 不是只想要责备他 没错 命令他驱使他 对 例如说啦 好像老师在第一本书当中也提到很多啊 什么小孩子没写功课啦 对长辈没礼貌啦 对 为什么在学校还讲脏话还被他发现 没错 因为家长听到这些都觉得很害怕嘛 就会觉得说天啊我小孩是不是坏小孩 没错 可是第一时间他们应该是有理由的 对 通常孩子会去跟 讲这些不好听的话 要么就是觉得 同才之间也是这样 所以我要这样 我就会觉得威风啊 那你如果能够跟他聊 你怎么会讲这些话 大家都讲这些话 那当你跟别人一起讲这些话 你会觉得怎么样 我会觉得我有朋友 原来他是希望有一个同才的感觉 他想要有同才的感觉 对 那你理解了 我了解了 所以你在学校 因为这样子 所以就是大家会感觉到 就是比较像一伙人是吗 是 你会觉得大家比较算是朋友 是 那如果你都不讲呢 我会觉得我好像跟他们不一样 哦 所以你希望跟他们一样哦 爸爸妈妈了解了 但是这些话 如果你要讲 你再跟你朋友在一起讲就好了 在家里 我们不讲这些话 可以吗 你这样讲就比 你在 你在 你在学校讲这些话就已经够不对了 你还带回来这里 你算什么东西啊 你以后就要知道 我们家里没有要讲这些话 如果你讲这些话 你不是我们这里的家人 你是流氓吗 对 你是流氓家庭吗 对 我现在想到我女儿小二的时候啊 对对 因为她很喜欢吃糖果 哦 你知道吗 他们有一堂课的时候换位置 就是大家要换位置坐 然后她坐完那个位置发现 那个男同学抽屉里面有糖果 哈哈哈哈 你知道她居然偷吃她的糖果 好可爱哦 你知道她居然也没有问同学 然后就看到有糖果对不对 她就偷吃了一颗 哦 然后呢 下堂课再换回来自己位置的时候 那个男同学就发现 她想说 为什么 为什么好像少了 哈哈哈哈 然后她就去报告老师 是的 然后老师就 大概就把我女儿念了一顿 是的 然后老师还打电话给我 哈哈哈哈 就是说 我们家女儿偷吃了别人的糖果 然后我一听到 当然我第一次觉得有点好笑 对啊 她为什么会偷吃别人的糖果 她想说家里糖果 你不是也买蛮多的吗 哈哈哈哈 然后在她回来之后呢 还好我那时候已经就是 慢慢在学习这个 正向教养了 你知道吗 对正向教养 我就说 琳琳你今天还好吗 对对对 然后她大概就很怕 老师有跟我讲 没错 她也不知道老师有没有讲 没错 还好 我说 哦 今天老师有打电话给我说 你好像有吃了 Brian座位里面的糖果 对 然后她就哭了 对对对 害怕了内疚了 然后我就说 妈妈知道你不是故意拿的 你一定是很 太棒了 很受不了 觉得那个糖果 是不是在叫你 所以你就 你又吃了一口 对不对 然后我妈妈知道你不是故意的 那我就说 你有跟Brian说 不好意思吗 我们 补一颗糖果给她 对对对 她就说 我没有跟她说 因为我不是故意的 老师 我叫我叫她老师 她说 我很怕她觉得我是小豆 你知道 好可怜 你真的太棒了 然后我就包她 我就说 没关系 那你答应妈妈 以后如果真的很想吃糖果的时候 也不要拿别人的糖果 你要问过别人才能够拿 你可以吗 你这个话真的太棒了 舒伟啊 你刚刚讲的一句话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关键的 很多大人他们看到孩子做错事 他们都会说 你就是故意 但是这句 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 这个非常的接纳孩子 也能够让孩子非常的疗愈 绝对被同理 真的 因为绝大部分时候 任何一个人 都希望自己是好的 对啊 她真的应该是 就是受不了了 真的太可爱了 然后我还跟她说 那不然的话 如果你真的 就是在学校看上那种糖果 就很瘦不了 很想去拿的话 不然这样好了 妈妈可以让一天 带两颗糖果去学校 自己马上先吃 哈哈哈 对我觉得 欸我觉得这样子 一种比较正面的那种 对方式 对我来说也是 比较 比较好的一种结果 你知道吗 不然的话以前还没有 学校那么正常这样 就是说 你小偷吗你 你什么可以偷 你糖果都要偷 我的脸给你丢尽啊 你老实知道我是林初伟 对啊 老实是说 林初伟才明明 那是小孩偷出人家糖果 哈哈哈 我看有时候爸妈的面子 对 就会搞砸很多事情 会 就是爸妈会觉得说 我很没有面子 很多大人都会这样讲 对啊 我的脸都被你丢尽了 这多伤人啊 其实这句话很重 很重 所以我自己也会去 常常警惕自己 要接纳孩子的犯错 对 我孩子就是很烂啊 不是就是 他就是有很糟的一面 就是每个人都是 每个小孩都是一个独立个体 就是 就是我发现 当我看清楚这一点 因为我刚刚 我带小孩子在幼稚园之前 我还是觉得说 天哪 他怎么都不是我期待的小孩 哈哈哈 例如说他也嘴巴不甜 对对对 然后 也有觉得他 就不够大方 是 就是种种种种 你就会觉得说 种种期待都落空了 就是我心里就想说 你不知道你是林书伟 蔡世平的小孩吗 是的 你不是应该要如何如何表现吗 你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你知道内心非常的 非常的愤怒 然后非常觉得说 我们都这么疼你 你为什么不能表现好一点 你知道这种感觉 我知道 对可是 可是后来我觉得 我真的是 渐渐学习了很多 这个教长老师 教我们的一些方法 然后 就是不同的理论 但是其中 核心其实都很类似 很类似 就是爸爸妈妈 你要抛弃掉自己很多的东西 然后你要安顿自己 开始的那种方法 但我觉得太受用了 我觉得从那时候 开始练习之后 我就觉得 偷吃人家糖果就是 你知道我以前可能就很愤怒 但后来我就觉得说 那他一定是真的很想吃 可是他不是故意的 所以 所以我要同理他 他就哭 然后他起先哭是很怕 我骂他 继续哭是发现 妈妈好像蛮了解他的 没错 没错 太棒了 然后 当然之后也没再发生过这个事情 对 可是就是 我觉得如果我当下是一种非常愤怒 然后 没错 指责他的状况 他 他可能就 真的 会有 更委屈 对 更脱续或是什么样子的表现 没错 也未必会改善这个问题 对 所以 所以我觉得像我们学习这样 不管是蒙特梭利 或者是有很多的教养方式 例如说蒙特梭利他有一些步骤 没错 让他听话更有自信心 例如说那个步骤是怎么样的步骤呢 类似是你要先听他说 然后温和坚定 然后大声是没有用 对不对 大声没有用你只是吓他而已 但吓他就会停了嘛 很多大人就觉得有用啊 有一个重点是这样的 我们的教育到底希望带领孩子往哪个方向 你只是希望他不要做坏事 还是你希望他向往做好事 这个是一个关键 老师说得非常好 就是说你只是希望他停止做这件事 还是他自己可以成为更好的人 打骂威胁恐吓都能够阻合孩子 但是你的教养永远就会停留在 你限制孩子做坏事 但是我们不是希望孩子将来不做坏人 我们是希望他要做好人 变成一个更好的人 对那你的打骂是没有办法让孩子这样的 那要怎么样 我们就要更深入了解蒙特索利 以及阿德勒真相教养了 真的 所以如果听到这里 大家觉得说 哇好想学习啊 没有问题 我觉得每个人都是可以学习的 然后不管你的孩子现在几岁 我觉得我们都还有机会 不管你现在孩子是不是已经 已经青春期或是更大了 我觉得从改变爸妈自己开始 你不要一直想要改变孩子 我觉得从我们改变开始 小孩就会慢慢的 跟着改变自理名言 真的我觉得这真的很棒 我们大家一起共勉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的我们承认要先预备好自己哦 才能给予孩子更好的教育 好所以宝宏老师像刚才我们提到说 责备我们都会啦 没错 因为大家都有情绪嘛 你第一时间当然就是会发怒 我就觉得说要爆炸了 没错 那怎么样让自己的情绪可以得到一些转换 然后用比较接纳的方式去处理 我觉得在当下 如果你已经气在头上 你硬要自己转换 来去跟孩子讲道理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常会建议家长有情绪的时候 先安顿自己 离开那个现场 去一个可以让你自己休息 让你的情绪平和下来的地方 等到你的气消了 这个事件过了没关系 因为你可以再跟孩子事后讨论 秋后算账 在那个时间点 大家心平气和了 再来讨论 先连接感情 再处理事件 我觉得这样就会比较好 我们往往都会觉得 孩子在不乖的时候 我们要打他骂他才有效 这或许也是传统教育 所带给我们的一个固定信念 但是我想要在这边 再详细说一点的就是 打骂 处罚 威胁 恐吓 没错 我们能够阻吓孩子不良的行为 我们会让他怕 但是这个怕 不足以让他向往 自己去做好的行为 那要怎么样去引导孩子 去做好的行为 去向往做一个好人 我们平常就要给他一些正向的教养 比如说 这些带领的方式是能够培养他的自信心 自尊心 归属感 以价值感的 那在蒙特朔利教育里面 我们不需要借由成人 我们只需要借由允许孩子去参与一个 他感兴趣的工作 透过不断重复的工作 以及修正自己错误里面 他就会慢慢觉得自己是一个 有价值 有自信的个体了 所以这个是蒙特朔利教育 他精妙之处 他不强调成人 但却强调 孩子要去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 藉由找到自己适合的工作 发展他的专注 发展他的正向人格 好 所以如果再为所有的听众朋友 稍微整理一下 这个 罗马虹老师的第一本书 蒙特朔利专家清瘦 教孩子学规矩 一点也不难 里头其实有几大核心 就是说 爸爸妈妈比较有的这种教养的盲点 其实这些盲点 我们第一件事情要先承认 我们可能有盲点 是的 承认我们常很主观 承认我们的这个原生家庭的教育方式 可能就影响着我们 没错 然后你要知道这个理论 然后怎么样去实践 就是要先懂孩子开始 因为每个孩子真的好不一样 好像每个孩子真的跟我们期待的不一样 所以不要觉得他跟我们期待的不同 然后就会觉得好失望 就会觉得看到他做什么事都好愤怒 没错 其实真的真的心态的调整 把自己预备好 那蒙特索利的教养方式 我们可以去练习 那当然你也可以去发展出 自己跟孩子的互动的教养方式 可是就像保佑老师教我们的 我们自己要身心安顿 成为不轻易动怒的大人 不轻易发怒 真的 爱的真谛都来了 好那最后保佑老师再给我们一个结论吧 蒙特索利教育它确实能够帮助到各个年龄层发展的孩子 常常有家长问我我的孩子适合蒙特索利吗 我想要反过来说的就是全天下的孩子都适合蒙特索利教育 因为蒙特索利教育是一个科学性的教育 反而是家长你认为你自己适不适合蒙特索利教育比较重要 这很重要 一语道破 好 那我们身为家长的我们要一起来努力 因为其实我们大家都都是以爱为出发点 那爱的初衷到底是什么 然后当我们有非常纠结或是很紧张的亲子关系的时候 常常很多爸爸妈妈会很委屈 就会觉得说 我已经付出这么多 为什么我们的关系还会如此 那其实就是 蒙特索利教育的核心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当你觉得我已经付出很多了 为什么我的孩子还是这样 你要做的应该是 你先停下来客观的观察孩子 了解他的需要是什么 再去省思一下 你这么努力的做的 到底是不是你的孩子想要的 孩子这个是你自己想要的 如果你真的能够给到你孩子想要的 你的孩子应该不会这样的 像之前公共电视有一部很受瞩目的电视剧叫做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 那其实里面每一篇都是爸妈很爱孩子 但是出来的结果怎么都会这么的 这么的不如其代 回应不了孩子的内在发展需求 对 好 那我相信我们就是不断不断的学习 也不断不断放下自己的这个原来的一些主观成绩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成为更好的大人 我们的小孩一定可以成为更好的孩子 哈哈哈 谢谢罗宝老师 谢谢 谢谢老师 接下来持续锁定秋名与小玉的POP抢先爆哦 我说什么 对